一季度经济数据向好 稳地价 稳房价和稳预期 楼市是否回暖再寄 市场在波动的时候 往往会存在很多的机会 租购病局市场分化 房企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如果让您给我们的房企 这支招的话 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上市大半年 给别人提供数据服务的他 又面临哪些数据的压力 这本市场也是非常现实的残酷 中国经营者 专访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 精彩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正在从一个高速的增长 转向高质量的增长 未来的楼市将会如何演变 房企如何在变化当中求生 而大数据如何在房地产界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呢 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 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先生 欢迎丁总 大家好 丁祖玉 一居中国创始人之一 历任一居中国市场部经理技术总监 2006年底组建上海科尔瑞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并出任CEO 2016年 一居中国从纽交所退市 完成私有化 旗下一居营销服务集团 与科尔瑞信息集团合并 成立一居企业集团 2018年7月 一居企业集团在香港上市 成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服务企业 丁祖玉出任CEO 同时要欢迎我们本期的 特约评论员 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钱君先生 欢迎钱院长 谢谢 说到房地产这个话题 大家都非常地关注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钱院长 您最关注的点 您最想聊的话题是什么 因为这两年中国金融体系 最重要的字是稳字 那么这个房地产行业那么大 房企有一些风险点 整个房地产市场 到底是应该怎么发展 从这个金融风险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我比较关注 还有一个就是在发达市场里面 这个房地产行业走到后面 这个金融化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方面我也比较关注 好 所以今天您关注的两个关键词 一是风险 二是金融化 那我们也和这个丁祖宇先生 聊聊关键词 因为说到2018年的房地产市场 大家最普遍的感受就是 困惑和焦虑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 如果请您用三个关键词 来定义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 您会说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探底 探底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稳定 这个其实前面前面长 也讲到了这个风险问题 那么从2018年8月份开始 我们看中央对房地产的一个要求 变成了稳地价 稳房价和稳预期 这三稳的要求实际上就是稳定 房地产市场需要稳定 第三个关键词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机会 就是市场在波动的时候 往往会存在很多的机会 其实前面前院长提到的 这个房地产金融 金融这一块 我认为也是市场出现波动 市场出现调整 这是一种机会 我说是对行业的机会 还有一种机会 实际是对企业的机会 往往是在波动的过程当中 企业可能拿到更便宜的土地了 一些大企业有机会去收购兼并了 当然这些也可能转型成功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机会 那其实每到这个岁末年初 我相信这个地产媒体 问您最多的问题一定是 怎么看房价 这个观众问您最多的问题 是还能不能买房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再问您 这两个问题 您的答案会是什么 我觉得今年房价 我个人认为 这个还是稳定的 还是稳定的 在2019年来看 这个房价还要像之前 18年17年这样 快速上升的这种概率 相对小一点 那么是不是要买房 我觉得真的还是要 从个人的需求出发 当然在前几年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说你今天想好了 又特别想买 又能够买 你就快去买 但今天我认为 还是可以划分一下 就是从需求的角度 可以划分一下 有一部分改善性的需求 然后它的购房能力 也具备的话 我说你在卖房的同时 可以买房 但是刚需我倒是认为 从1718年开始 租赁市场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租并举 租购并举 那么如果现在觉得 买房压力很大 特别是支付能力压力很大的话 租房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 去选择租房 而且租金价格 其实在大多数城市 租金价格可能是更加稳定的 我看前院长一直在记笔记 就这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点评 有什么样的观点 第一个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一般就是 你不能听我的 因为我在上海 以前有机会 从来没有买过房 所以我说 很好以后听丁总的 我可以说说 我为什么没买房 我在国外很多年 所以在国内的朋友亲戚 起码有两次叫我买房 然后我以我在美国的定价工具 做了点测算 我两次都发现 上海的房价 根据我的小模型 我觉得太高了 这是实话 回国现在已经五年半了 其实我对中国房地产的定价 也有些新的认识 所以现在来看 我觉得中国的一线城市 可以支撑的房价的水平 确实比我在美国的时候 想象的应该高一些 对 换一句话说 最后的结论是 其实现在是可以考虑买房的 是吗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买房的 而且现在丁总说 因为你选择反而多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你问他的话 他其实是有点观望的 对 观望的挺多的 现在买房还有个好处 就是不上原来 大家的预期都是要去抢 现在是说你可以观望 你有选择 你还可以选择质量好的 开发商等等 我插一句 就是前面正好听到前院长 他说他没买房 他是租房 你是租房 我是租房 我也租房 我虽然买了房 但是我自用的那套房是租的 因为这个实际上 可以说是我们都错过了 房价大升的那一段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 更应该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我也觉得这样的一种选择 占比会越来越大 那么一旦真的做到租购并举的话 我相信买房市场的价格会稳定下来 大家不要一窝蜂的都冲过去买房 都提前消费 透支消费 这个泡沫就没有了 所以以前可能大家看待 这个房子这件事情 看待的是一种投资行为 现在看待房子的选择 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居住 市场分化 龙头企业稳自当头 我们看到这些龙头的房子 比如说万科 他又提出了要做收敛俱销的物业 就是过去几年大家都看到 都在搞多元化 但搞了两三年之后 又发现这个多元化没赚什么钱 逆境求生 中小型房企业有哪些转型方向 过去这几年很多的中小房企 应该说日子并不是非常的好过 他要改变他原来的运作方式 就不能再去和这些大企业 做同样的开发销售模式 中国经营者 专访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 精彩不容错过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今天做客本栏目的嘉宾 是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 一居企业集团目前有三条业务线 一手房代理服务 房地产数据及咨询服务 二手房房友平台服务 根据最新的台报显示 2018年一居企业集团的销售收入 近60亿 其中房地产数据及咨询服务 同比增长22.9% 一居企业集团所发布的 各项房地产数据指标 已经成为国内各大房地产企业 做战略决策时的重要参考 刚才我们聊完这个房价 我们来给这个房企来支支招 其实我们首先说 其实过去这几年大环境 很多的中小房企 应该说日子并不是非常地好过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中小房企 他们也开始做一些 多元化的尝试 所以首先丁总 您如何来看待 这些中小型的房企 他们的一些新的尝试 如果让您给我们的中小型房企 支支招的话 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这确实最近几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房地产的集中度 在不断地增长 是的 大企业今天的份额越来越大 这个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资金 因为房地产还是一个资金推动 大企业还是掌握了这些资金 然后掌握了这个 所谓的人才体系 它规模大众是有道理 到后面就是越做越大 那么现在前30强 我认为今年可以 整个的市场的份额 可以达到50%以上 去年还差一点 我觉得今年可以打破 这样的一个50%的这个点 那么一旦30家房企 占了50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话 中小房企的日子 都会非常难过 也就是说 它要改变它原来的运作方式 就不能再去和这些大企业 做同样的开发销售模式 因为你钱也比不过它 这个资源也比不过它 因为地也全给它拿了 品牌影响力 品牌影响力也比不过它 对对对 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说 就是中小房企 可能逐步逐步 它的市场份额 还会进一步地搜索 它得选择其他的路 但是它应该更加聚焦 比如说它在这个城市 它有它的资源 有它的团队 也有它的口碑 那么它可以在一个城市当中 坚持做下去 第二个我觉得今天 和房地产相关的东西 还有很多 比如说过去 我们都是开发销售 今天也可以持有运营 其实持有运营 在很多城市 机会很大 我们哪怕今天 在一线城市当中 北上广升当中 开发企业愿意今天 这个耐住寂寞 去做持有运营的 其实不多的 它还是希望高周转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今天如果 看一下写字楼 实际上 你看到的回报 已经比住宅要高 那么对于一部分的企业来说 它实际可以 往这个方向去转 还有一部分企业 我觉得今天 比如说物业管理 这个大家也都 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那么这当中 需要的资金量 其实是小很多的 那么还有 比如说我们说 做产业地产 甚至当然也有一些挑战 做养老地产 做其他的 长足公寓等等 我觉得有很多条路 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其实除了这些 中小型的房企 像您说 他们可能需要在 其他的关联跑道上 去寻找自己的 未来的天地 我们看到这些 龙头的房企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万科 他又提出了 要做收敛聚焦的策略 包括对于一些 非开发线业务的梳理 所以您如果来看待 目前的这些 头部的房企 他们的这种 聚焦的策略 其实过去几年 大家都看到 都在搞多元化 但搞了两三年之后 又发现这个多元化 其实和原来的开发销售相比 这个多元化没算什么钱 反而分散了很多精力 对 花了很多学费 所以很多房企 开始聚焦了 首先把这个 特别是规模房企 把这个开发业务 作为核心业务 把这块能继续做强 那么其他的这些 多元化的业务 管理业务当中 选择几个重要的 然后今天做得还不错的 可以继续做下去 比如说万科 可能选择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是他做得特别好的一块 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 那么还有一些 过去在做试点的 可能要对原有的模式 做一些检讨 而不是像过去那种 完全放任自留 这个做到哪算哪 这个肯定不行了 那么万科如此 我相信其他的企业一样 刑院长 对于咱们这个中小房企 以及龙头房企 如果给他们支支招 给他们点建议 您想说点什么 非常同意 第一个如果看历史趋势 我觉得房地产行业 尤其是传统的房地产主业 今后五年一定是更加集中 所以这是个趋势 所以我还最近看到 有一位已经退出来的董事长 给别的中小企业的建议 第一条是退休 刚才丁总说了很多具体 可以做的事 而房地产讲到后来 地区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其实也就是说 中小房地产企业来讲 它的最关键的是 抓住自己的相比较的比较优势 第二个就是多元化 其实也是一个周期性 很多时候 你时间长了再倒回来看 不是说不能多元化 但是不能盲目的多元化 因为你这个铺得太开了以后 尤其是跟你现在的主业 差别太大的那些行业 如果你都要去管 这个对管理成本来讲 是非常非常高的 哪怕你能够把这个市场上 最好的职业经理人都叫来 但是如果你这个总部 你下面有十个完全不一样的板块 你怎么去管理这十个职业经理 这也是个难题 咱们所以现在说 可能这个传统模式 可能就是走到尽头了 然后接下来更多的洗牌 也有更多的机会 其实对这个所有类型的房地产企业 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思考的 然后转型的这么一个节点 其实我知道已经是连续三年了 在每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 应该是在每年的年初的时候 您都会在上海召开一场 叫丁祖于平楼式的发布会 在今年的发布会上 您提到了2018年 中国房地产界的困惑 2019年会不会有新的困惑出现 其实很多的问题 它不是一时出现的 它是长期记得下来的 比如说一个质量问题 过去三年其实很遗憾的 中国房地产的房子质量没有提升 反而有所下降 我们说这个中国房地产发展这么多年了 如果最后连质量问题都不能保证的话 那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 真的是有点可惜 当然我非常希望2019年 这个房企没有质量问题 特别是规模房企 能够把质量问题缩减到越小越好 当然第二个就是刚刚 其实我觉得租赁乱象的问题 我觉得2019年可以得到改善 那么当然也是个别城市 这个有一些乱象 在个别的时段当中 租金价格因为种种原因吧 快速上升 当然后面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 这个市场也好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基本上稳定住了 当时的一个快速上升的租价 那么我相信在2019年 通过市场化的调节 通过政府的一些干预的话 这些租赁乱象可能会得以改善 我觉得从18年开始 整个房企也开始慢慢去杠杆了 就把过去用的特别 负债率特别高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相信在2019年 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但是换一个角度讲 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开发企业还总想着 进一步的增长 从规模 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但是资金面上面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来支持 继续做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种发展 所以资金压力还是比较大 当然我希望最好 所有乱象在19年都得到改善 这是我的希望 只提供交易和数据服务 而不开发地产项目 一居如何跻身行业前30 2006年当时房子太好卖了 对对对 根本就不需要售楼储 但是您说这个大数据 它需要大量的投入 需要砸钱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产出 其实最早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成本部 没有想过 这些数据要去赚多少钱 上市之后的一居 又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因为资本市场 也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 每年必须要有增长 而且不是一般的增长 中国经营者 专访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 稍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今天做客本栏目的嘉宾 是一居企业集团CEO丁祖玉 由一居营销服务集团 与科尔瑞信息集团 合并成立的一居企业集团 2018年7月在港交所上市 是目前中国市值前30大的 房地产企业中 唯一只提供房地产营销 数据等相关服务 而自己没有开发商业务的 房地产企业 恒大 碧桂园 万科 富丽 等中国的龙头开发商企业 都是一居的战略股东 作为一家只提供服务的企业 一居企业集团 如何做到机身行业前30 上市之后的丁祖玉 又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下面聊到丁祖玉先生您的个人 因为我关注到 您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 是世界经济学 您是世界经济学的博士 那后来为什么会 进入到这个房地产这个领域 又为什么会成为 一居中国的这个创始人 应该说是众多的 这个联合的创始人之一 对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世界经济博士 是我最后一个最高学历 我在大学里面学的 就是房地产经营管理 实际是专业对口的 那么当然我觉得 选择房地产方向 在一开始真的是很偶然的 就是年代末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其实房地产还和今天 完全是两回事情 那时候房地产还是过剩的 在上海都是过剩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上海还要买房可以给你户口 然后买房还可以退税 这个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进这个行业是非常偶然的 事实上是行业给了我机会 企业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我们来聊到这个克尔瑞 因为您从06年当时 开始打造这个克尔瑞 打造大数据 但那个时候的市场环境 其实房子太好卖了 对对对 根本就不需要售楼储 就化张纸就可以卖房子了 那个时候别人都在 很快地卖房子赚钱 但是您做这个大数据 它需要大量地投入 需要砸钱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产出 所以当时您做那样一件事情 从疫区包括从这个周星总 它是如何来跟您聊 这个企业的动作 背后的一个可能的衍生 和未来的想象 其实最早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 就是想做一个 中国房地产的彭博社 其实彭博社最最早的时候 它就是为一家投行内部 做研究 使用的一个后台部门 就是一个成本部门 没有想过 这些数据要去赚多少钱 因为我们是做服务的 我们希望能够 更好地服务这些房企 更好的服务当中 有一个要求 就是专业度要高 你越专业 那服务的越好 那专业 我就必须把这些数据 全部掌握 钱连长 这个首先 这个数据 这个对金融 所有的市场来讲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是政策 因为到最后 从国家层面来讲 最宏观来讲 说这个房地产 是不是过热 你靠什么 你要有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 是越长时间越好 我就说一个例子 这个美国有个教授 叫席勒 他得能诺奖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指数 叫房地产里面 就是这个Kate Shiller Index 有125年 这个为什么有125年 很好看呢 因为你周期很长了以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某个点 或者判断现在 他在05年就说 他说美国现在房地产有泡沫 你就说你怎么知道 你看我那个指数啊 我有100多年了 这就是泡沫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做好了以后 这么大一个行业 对国家的政策防风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数据 其实我刚才说过这个金融化 比如说我某一类的商业地产的 租金的收入 这个也要靠数据 我们做这个数据库呢 没什么说的 我们也不想到赚钱 但是从一个这个商业机构来讲 能够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 佩服丁总 能够把这件事情做下来 另外其实我们关注要在2016年 当时这个EG成立的 16周年的庆典上 当时EG的董事局主席周兴先生 就宣布EG旗下的 EG营销服务集团和科尔瑞 合并成了EG中国企业集团 而您担任EG中国企业集团的CEO 据说当时荣创的董事长 孙宏斌先生 这个入股的时候 就问了一下这个周兴总 说那这个EG中国企业集团 你们这个CEO是谁 一说丁祖玉 行 我投了 是有这么个事吗 稍微有点夸张 但是那个老孙确实也非常 对我也非常支持 当然除了我之外 也是因为周总和我们 共同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他确实没有看我们公司的 其他的任何的资料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 他就投进来了 确确实是 包括当时要做CEO的提议 是另外一位股东 就是育量总提的 育量总 育总提一定要让我做CEO 然后其他的这些股东 也非常认可 所以当时就做CEO了 那么如果我能够用岁月 来证明我这个人是可靠的 我相信我代表的这家企业 也是可靠的 那EG重新上市之后 您觉得对于EG来说 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您个人来说 又带来哪些改变 因为资本市场 也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 每年必须要有增长 而且不是一般的增长 因为我们今天在 所有的房地产的服务企业当中 是排在首位的 所以必须不断地激励我们 上完市之后 要不断地往前冲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个上市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当然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 对于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不管是可能关心楼市的 这些普通的消费者也好 或者是在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 甚至是领军者也好 您觉得您还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是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还没有谈到的 我觉得其实房地产要越来越 不要以存投资的角度 去看待房地产 要忘记过去的房地产 要来重新认识今天的房地产 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所有人 包括从业者 购房者来说的 我觉得我想再加加一加 那也再次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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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